要真诚 人家要坦率 你不能装 你比如说我今天硬要演伟大 走路要慢 你知道伟大人不能走路太快 因为我要演一领导 装就得走得慢慢的 因为我有很多同学当领导 他们告诉我 就是说年轻干部 你首先动作搞慢一点 对吧 慢了这是成熟 走路要慢 开门要慢 说话要慢 对吧 这就叫装孙子有点 你比如说你要耍大牌 就是腕 对吧 走路非要撒保镖 这就有点招孙子了 对吧 说你说人多没法弄 有时候装一下 你不装影响别人装的情绪 所以你装一下 但是就这么三五个人 你还装 那你就是纯粹侮辱别人的智商 所以我觉得要成为一个朋友 最重要的是坦荡 坦荡 就我们说别装 你这一装这玩意就没法成功 就变成演了 是不是 然后你演这个 我演那个都挺累的 大家也挺忙 所以第一要坦诚 要真实 裸体不要装 第二个呢 不能有功利目的 无所求啊 实际上是最高境界 对吧 你无欲则刚 你无所求 当然大家就才能坦诚 朋友啊 古人讲过很多 其中当时最有一种有叫胃有 就畏惧的胃啊 有正有 有胃有 有宁有 反正是分了很多 所谓胃有呢 就是我们说的 就肝胆相造 意志相抵 实际上我们就过去说叫劈肝力胆 这词都说的比较大 我就觉得都可以成为朋友 跟钱不钱的呢 没太大关系 因为我们在一起 一开始也不是为了挣钱 你也不是来跟我借钱 我也不是跟你借钱 我们所以特别强调 第一是以事谋人 对吧 然后还有以人谋事 先是用一件事 在做事的过程中来观察人 叫以事谋人 就在这个过程中 看见哪些可以作为长期朋友 然后发现了这些朋友以后呢 第二阶段才以人谋事 那我只跟他一起做什么事 不要因为钱去交往 但是呢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可以去讲 也寻求帮助 假定说啊 我跟王叔叔这样 我不是因为他有钱 我才去认识他 对吧 那么真正的是从精神上 从人格上 从企业管理上 去寻求这种交流 互相帮 但我真遇到困难了 我说大哥那这种不行了 你得帮我一下 那那个时候 你也应该可以理直气壮 对吧 这东西都是互相的 那当然他比如说有困难了 你比如说王叔叔最初爬山的时候 也是找这些朋友 大家来帮忙 那他不花公司的钱 他当时工资比较低个人 然后就这些朋友凑钱 然后开始爬山 就交友友谊的目的 不在于金钱 但当你困难的时候 需要朋友能够有能力来帮你的时候 你也别拒绝张口 还有一个游戏规则 要谦虚 你发现呢 水为什么越积越多呢 因为你滴 所有滴的东西 才能吸纳出来更多的资源 我有一个经历特别好玩 我们刚发展公司以后 我就主动请教学习 有的人呢不见 说这哪儿的人呢 当时当然我们是极机无名了 说不见 还有一些人呢 很有意思 弄一个 足球场恨不得这么大一个会客厅 他坐那头我坐这头 然后教训我 教育我 但这个人现在公司一塌糊涂 还有一个弄个大班桌 我们坐沙发上 他坐这边 大概隔着也有二十多米 也是教育我们 首先不尊重我们 你至少把椅子拉过来 是不是 哪有隔着二十多米谈事的 是吧 这人呢 后来坐牢了 现在已经早就退出江湖了 另外还有一个 把我们隔几个 隔一个小房间里等 等了四十多分钟 然后就跟我们说了几句话 就帮我们打发了 这个公司也破产了 实际上就有一种可能 就是说 实际上如果一个人要成功 坦诚 守规矩 尊重别人 谦虚 是很多成功人的共同特点 那些人他就是说 偶然得成功了 但他不够尊重人 不够坦诚 不够谦虚 我们小人物了 被玩弄一下 也就认了 但是如果他把这种态度 用来对付政府 对付合作伙伴 对付那些大事 可能恰好是他导致他 失败的原因 所以我们叫千里之地 溃于疑穴 谦虚就是疑穴 一定要注意 特别谦虚 所以在朋友圈子里 一样要谦虚 你不够谦虚 你总是希望教导别人 再加上你再装 基本上很快被人踢出去 另外还有一点原则吧 尽量背后说好话 千万别背后说坏话 背后多说好话 当面多说坏话 这样的话是好朋友 感谢观看